这两天有练习 哦不错 练习的如何 我觉得如果可以跟着 就是跟着你之前的影片 会比较 就是感觉好像 好像有人一起 然后就会比较专心 对 那这几个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如果你还没有 还没有很习惯 那个技巧 所以可能会需要觉得 有一个人陪着 会比较容易专注 真的 然后慢慢啦 慢慢练习之后 你有感觉什么 什么不同呢 比如说你一天里面 有花一点时间静心 跟你没有花时间静心 如果静心 我觉得就是会觉得自己那天 比较有 就是 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废 很废 有渣吼 对 就会觉得 诶 我有做事情 然后 而且如果那天早上 有进行的话 我后面 安排的事情 我就会比较有 行动力去做 但如果我可能 早上没有进行 然后那天就很容易 整个后面的事情 我都没有 就是我都会 都会没有做 哦 蛮棒的 对啊 而且进行的品质 可能也不同 对 对 真的有差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活动好棒 谢谢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 如果大家都愿意 至少愿意尝试看看 就是你 你试过了 而且你是 真的投入的试试看 第一试试看 应该 你的觉知 不管是内在或外在的觉知 被打开 你可能对很多事物 就变得比较敏感 嗯 然后比较敏感之后 你就比较有办法 就是 在每一个当下 不管你在做什么 嗯 即使你只是单纯的呼吸 你就有办法 在每一个当下 真正的好好享受 嗯 对 然后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 在每一个 每一个 好好享受的当下 的那些 那些时刻 累积起来的 嗯 然后累积起来 你每一个当下很美好 你的觉知被打开 可以感受到 这些美好的时候 那个 有后面很多好的事情 才会发生 嗯 生命才会丰盛 真的 对啊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好的事件 因为 你们其实以前都 太忙了 对 然后都没有 都没有时间 慢下来 然后照顾自己的 你在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是一个 蛮好的时间 然后 可以试试看 先不要担心 收入 就是 因为当你把 内在 照顾好 很稳定 对 然后 呃 就像我说的 那些 那些生活的 很美好 很 很觉知 很投入 很专注的片刻 累积起来 就是 会一个美好的生活 然后 嗯 宇宙的流 就会带我们去 自然啊 自然就会有机会来啊 或者是 你就会发现了 但是当你的觉知 觉知不够打开 就算机会来了 你也 不会发现它 嗯 真的耶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 这后面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 通常 你得要有 很稳定的现在 嗯 未来就会慢慢发生 慢慢发生 嗯 然后 有那个信任感 其实就不用担心 嗯 对啊 我是这样觉得 但是 现在很重要 对啊 所以我们对宇宙的流 也要有这种信任感 对 对 不用怀疑 你只要过好 每一个限制 下一个moment 就一定 就会好了 对 前面我会跟 前面我会先跟 呃 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进行 的时候 要坐直 我们的身体 好 这是其实是有原因的 就是 呃 当你 我们的 脊椎 脊椎其实是我们的 中脉 就是 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一个 像小宇宙 所以我们的 呃 身体里面 你应该有听过脉轮 好 身体里面 会有一些能量点 就是比较主要的 能量点 其实有很多啦 其实他有很多 能量点 然后也 透 他能量点 然后会透过脉络 脉络就是 他的路线 他的路径 所以他会在你的身体里面 呃 就是跑来跑去的交流 当你的身体 不够活跃的时候 当你的身体的能量 有都被打开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很活络的 所以他们会一直 透过这些能量 呃 透过他的公路 有点像这个中脉 有点像是我们的台西线 然后他还有分 右脉跟左脉 右脉是太阳的路线 然后左脉是月亮的路线 然后在这个 这个 这些小路 这个 主要的公路中脉 跟右脉 左脉 在中间 还有很多很多 小路 他们会互相的流通 那 流通到 有点像脉轮 就有点像很多小村落 有很多小村落 会在我们的这些脉轮的附近 这些都会需要一点时间 比如说你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静静坐着 观察自己的呼吸 然后应当我们的呼吸 去经过他 去造访他 所以 当你需要静静坐着的时候 你需要你的身体 配合我们内在的活动 配合我们内在心的活动 然后可以完成 我们内在灵性的开启 跟内在能量的开启的造访 好 那 你可能就会问 可是我经历这个时候 确实很难啊 比如说我的肩膀 感觉好紧 然后我的膝盖会不舒服 甚至我要这样子做 我脚踝也会痛啊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瑜伽来配合 瑜伽其实就是 帮助我们的身体 把它打开 让身体打开 然后透过一些瑜伽的练习 可以让身体更放松 所以瑜伽的练习 其实是帮你把身体准备好 让你回到 静心理想的这个位置 让你可以 盘腿教他做的时候 然后保持脊柱上身 因为在你这个坐姿 你是完全没有费力的 静静坐着 而且还跟地心引力同方向 跟地心引力同方向的肌肉 跟骨骼走向 是最不费力的走向 然后 当你完全不费力的坐着 但是你的脊椎又保持 我不想说挺直 因为当挺直你会有一种 很像要把胸推出去 这时候你其实背是熬的 是这边是熬的 所以它其实是顺顺的 你的脊椎会是顺顺的向上 开展的 所以这时候你的身体啊 是在一个最放松跟舒适 如果你的身体有完全的被打开 膝盖也没有不舒服 脚坏也没有不舒服 你的身体应该在这个坐姿里面 是最放松跟舒适 而且你的脊椎往上延伸 还可以同时保持绝肌 的一个姿势 所以这个姿势是最适合 拿来做静心的影响 跟往内 开启我们能量的 的一个姿势 所以需要配合瑜伽的练习 比较有办法让你可以好好的坐着 所以我之前就是提醒大家 在你的身体还没有这么舒服以前 你可以先试试看躺着 或者是背后面靠着 垫或是什么的 那这个是一个入门 因为你不能一直维持 你的背是有靠着的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 你的背不是完全的延展 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延展 而且会让你太松懈 比如说躺着的时候 会让你太松懈 然后让你比较没有办法保持 觉知跟一定的警觉 去好好造成我们内在的能量 身体只要感觉 就是比如说你脚麻 或者是肩膀做久了 脊椎打直之后 虽然你的脊椎打直 但是因为可能肩膀的关节 还有脖子 跟肩胛骨比较紧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慢慢 他们的酸痛会慢慢跑出来 有没有 当你的时间坐得越久 就是静静坐着越久 然后不舒适的感觉 会慢慢慢慢比较明显 然后当你觉察到这一些的时候 可能就是提醒你 真的就是回去 在日常生活里面 把身体稍微再松开 回来练瑜伽是很好的 所以我礼拜天 礼拜六开始 我礼拜六是晚场 然后礼拜天是早场 我设计了三堂课 就是其实这三堂课就可以 让你试着慢慢去启动 正确的 正确打开身体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透过练习 把身体越来越开展 然后不是在追求瑜伽体势 有多华丽 或是技术有多好 对 那个这三堂课是一个 为了要帮助你的身体准备好 进入静心冥想的这个图子 然后去把身体打开设计的三堂课 然后 底下我觉得蛮好的是 因为有一些你说出来你的感受 别人才会知道就是 哦原来他也会这样 就是我不会很奇怪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 我觉得心心冥想的感受很多 比如说像我是比较感受型的 我比较没有什么画面 所以我比较多是 可能像你一样 有时候我会感觉某一个部位 有温暖的感觉 或者是我整个人有点 好像有人抱你 就是有人拥抱你的那个感觉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是很清凉的 我是比较属于是感受型的 然后可是有些人是 画面型的 比如说他在进行冥想的时候 他会看到很多画面 嗯 对 然后所以我 那时候双鸣就问我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点名 让每个人去讲他的感受 我就觉得其实这蛮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 因为这种体验有的 有些体验对有些人是很新的 他以前可能从来没有体验过 他可能会吓到 觉得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透过分享啊 你们可以就是了解到 哦原来大家的感受会不一样 其实这也没什么 就是每个人感觉到的自己 跟感觉到进行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都会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画面 然后有的人是光线 他可以 他觉得他在发光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什么颜色 对 就是各种 这很酷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好难想象 这也没有什么 就是正确的标准答案 因为 嗯 你感觉到的感受跟能量 就是那样子 嗯 那就是欢迎他那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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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